附近促查李旺洋安 社民連兩元租購查 他們昨天帶著4000個市民簽名 計劃去北京要求撤查李旺洋死因 但在香港機場就已經被警察跟蹤 中國憲法是有權上訪的 這是完全合法和合憲的 是否危險和安全感我們考慮 我想我們的信念最重要是 一些不公義的社會 我們不可以繼續在我們的容忍 在一個國家存在 他們計劃上經遞訊後 就去湖南找李旺齡 將港人的籌款交給他 但又怎會這麼順利 他們昨天晚上去北京 未下機就有中國官員上機招呼 之後還帶他們入房查問 由特別通道離開機場 用專車接送 羅堪說當局不准他們接受採訪 還說會安排他們的行程 變相監控 羅堪就算連自己被帶到哪裡都不知道 相信公安不會讓他們回酒店 不止香港人 連老共產黨員沙葉新 都為李旺陽發聲 我覺得這裡面有陰謀 他可能不是自殺 就是被磨害 這個案子到現在沒有了 在1985年因為擔任劇院院長而入黨 之後還被新華社稱讚他是黨的作家的沙葉新 在七八十年代寫出《假如我是真的》等等的劇作 李禁 又參與簽署08憲章 他對李旺陽事件感到痛心難過 對李旺陽也是在7月1日那個示威信當中的主題之一 看到我真是有點慚愧 我是在國內 當然事情忙事情多可能是個藉口 他和很多維權人士都希望 中共揭開李旺陽的真相 令中國賣向民主